凌龙何时离开的大恩堂案 有两年了 你怎么知道是两年了 没人送饭了 自然就没人住了嘛 大人 为何还不睡啊 睡不着啊 我陪您出去 你歇着 我去院子里走走 顺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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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大人 我看你这儿亮着灯 还以为你在呢 有点不公了啊 没事 我衙门里有点事 出去了一趟 帝大人 这么早就醒了 我根本就没睡 换了地方睡不着觉 那帝大人请 聊会儿 这么早 衙门里就有那么多的事情啊 黄夫人来衙门里找黄大人 问黄大人 为何两天都没回家 还哭着闹着非要闯赶恩堂 将职业的看守都打了 好 黄大人两天都没有回家 她以前经常这样啊 从未有过 您有所不知 那黄夫人是有名的醋坛子 别说两天了 就是晚半个时辰 黄夫人也会跟她闹半宿的 白天没见过黄大人吗 前日下午见过 昨日 好像未见她出来处理公事 黄大人经常去感恩堂啊 自从玲珑走了以后啊 她也很少去了 只是偶尔进去坐坐 说是要感受一下黄恩 也就是说玲珑在的时候 黄大人是感恩堂的常客 两天没回家 也没有处理过公事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吧大人 她堂堂一个知府 那在泰安就是一个小皇上 她能出什么事啊 不对吧 走 去哪儿 知府衙门 黄夫人走了吗 又哭又闹 折腾了半宿 刚刚才走 将职业的弟兄们叫出来 黄大人回来了吗 不是黄大人 是狄大人 参见狄大人 好了 好了都起来吧 打扰各位了 感恩堂在什么地方啊 在后面 去看看 大人恕罪 黄大人吩咐过 没有她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感恩堂 狄大人也不行了 她可是朝廷命官 张仆头 你不是不知道衙门中的规矩 这可是皇上住过的地方 刚才你也看到了 连黄夫人想进都没让进呢 黄夫人能与狄大人比吗 张仆头 黄大人的脾气 您也了解 她要是一发火 兄弟们丢了饭碗是小事 要是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可就是一辈子的事 是啊 这位兄弟说得也对啊 既然是黄大人的吩咐 那就按吩咐办 如果皇上来了也不让金吗 当然行了 这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地方 那谁敢拦过皇上啊 欲赐金牌在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起了吧 开门 是 黄大人平时喜欢在哪间屋子里 感受黄温呢 不知道 黄大人一向是一个人进来 不许别人跟着 那皇上住过哪间屋子 正方 大人小心 来人 拿火把来 狼大人 谢谢 大人 黄大人 这 黄大人怎么会是被杀的呀 大人 黄大人应该是前日被杀 是利剑断红 大人 房间中留下的那些痕迹 也都是利剑的划痕 看得出黄永安 是与凶手搏斗之后才被杀的 黄大人也同剑说 黄大人是武剑室出身 不知为何却做了文官 武剑室 可听张大人说 他是郭湘成郭大人的门生 怎么会是武剑室 这小的就不清楚了 大人 黄永安既然是武剑室出身 刀剑上的功夫应该不会太差 只可惜凶手比他得更好 骰子 你来看 什么 黄大人死的时候 应该是睁着眼睛 后来被人把眼睛给合上来 何意见得 你看这儿 这斑斑点点的血迹 显然是利剑封侯时见上去的 而这些呢 这分明是用手摸过的痕迹 有道理 这杀手还挺仁义的 这应该不是杀手所为 而是熟人所为 也许杀手就是熟人 熟人 除了黄大人 别人根本不可能进入赶安堂 我刚才问过门口的守卫 他们根本不知道黄大人进来过 更不可能知道他被杀了 这门口时刻都有守卫 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么熟的伙计还用得着问我 我是说黄有安放着正门不走 为何要越强而入呢 他应该再做一件秘密的事情 不愿意被人知道 让看守知道了又如何 他们还敢跟他进来吗 你想啊 如果他是一个人 当然可以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进 牙医们既不会跟着 也不敢看他在做什么 但如果是两个人呢 大人的意思是 他们是两个人 而且要做一件 不能惊动看守的事 正因为是两个人 所以要掩人耳目 但总之他们是熟人 而且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 有道理 也许两个人再谈一笔生意 谈崩了 打了起来 王永安既不如人 被人给杀了 这种官匪勾结 然后又起内讧的事情 以前常常听说 如果是官匪勾结起了内讧 那倒简单了 难道还有更复杂的 你别忘了 这感恩堂除了皇上之外 还住过一个人 玲珑 大人是说 黄永安被杀 与玲珑有关 至少他嫌疑很大 还有 我们是昨日到的 黄大人是前日被杀的 而张顺子前日下午还见过他 这就说明 黄大人死亡的时间 是在前日的黄昏 棒 甚至就是昨日 我们到来之前 这简直是太巧合了吧 大人 咱们来泰安可是秘密的 除了太后 可没有别人知道啊 我们来泰安是秘密 可是离开洛阳城 却不是秘密 洛阳城中 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 凶手究竟会是谁呢 各位 从今日起我们就住在感恩堂了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张捕头 大人 你立刻带领兄弟们 将太安府所有的客栈 驿馆 饭庄 酒楼 妓院 赌场 都给我搜查一遍 看看近日 是否有什么陌生人 进入过太安府 是 还有 那些卖花女 也可以去问问 有外地人来 他们是不可能放过 是 感恩堂 是连我敌人节都不能随便进入的皇家间地 玲珑姑娘 却在此居住长达两年之久 这是为什么呢 太子已经遭变 人们躲避有恐不及 黄有安 如何还会将一位 仅与太子有过几日欢愉的女人留下来呢 而且 而且还公然称她是自己的干女儿 这说不过去的 要想知道 要想知道玲珑姑娘以后的事 你应该去问现任之父黄有安 黄有安 黄有安 他是郭大人的学生 太子事件之后 害怕受到牵连 就投到五成寺的门下 黄有安 一个泰安之父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胆子 除非是有人刻意安排 朝廷大臣中 知道此事的只有郭湘成与张简直 难道是他们安排的 张简直在太子出事不久就远赴成都府了 不可能是他 难道是郭湘成 他是黄有安的老师 也有可能拜托黄有安照顾玲珑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黄有安与郭湘成应该是生死与共 彼此十分信任的关系 黄有安又如何会那么快 就转头到五成寺的门下 他是姑娘什么人呢 只是一位客人 常来店里买花 来往的多了 也就成朋友了 姑娘找他有什么事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只是想问他 什么时候将他的朋友接走 玲珑认识阿璐 而阿璐又是五成寺的人 难道五成寺也知道了玲珑与太子之事 所以他们买通了黄有安 这应该是一个很秘密的故事 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他们通过黄有安将玲珑拉到自己一边 究竟想干什么 黄有安应该知道这一切 所以他才被灭告 可黄有安死了 他们就不担心我对玲珑姑娘产生怀疑吗 玲珑姑娘在感恩堂仪中就是两年 这两年中 玲珑都在干什么 大人 黄夫人来了 大人 黄夫人来了 她已经看过尸体 现在在支付衙门的大堂等候 黄夫人 我知道您此刻很难过 本不应该问一些伤心的话 但是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我不得不问 狄大人 您有话尽管问吧 好 请问 您最后一次见到您丈夫是什么时候 是前天傍晚 她在家中吃了晚饭之后 跟我说 衙门还有公务要处理 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可是 可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这么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请您节哀 黄夫人 黄夫人 您丈夫经常晚上 去办公务吗 很少 除非那些比她更大的官来了 她才会留在医馆 或者行宫陪伴 最近或者说这一两年 您来过需要她陪伴的官员吗 有 五城寺 也就是五大人 去年来过一次 说是去探山游玩的 是我丈夫陪她去的 黄夫人 既然大人平时每每按时回家 而那日她却一夜未归 您难道就没去找过她 她临走之时跟我说 什么公务繁多 可能晚上也不回来了 可是 直到第二天的晚上 她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着急了 便到衙门来寻她 但牙医跟我说 她根本就没在衙门 她又开始骗我了 这个臭男人 满脑子难当女畅的 你一肚子狼心狗愤 自从那个臭婊子走了之后 她就一直心声不宁的 我知道 她是看上那个臭婊子了 想娶她个儿房 黄夫人 您说的这个臭 她是个什么人呢 她不过是一个养花卖花的 粗野丫头 也想攀高知呢 您说的是不是玲珑呢 除了那个臭婊子 还能有谁呀 姓黄金屋藏娇 舔着脸跟我说 是什么上面官员的安排 她也是迫不得已 男人们就爱胡说八道 没个好东西 黄夫人 黄大人那天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异常 就是说高兴不高兴 愿意出去或者不愿意出去 当然愿意出去了 一提到出去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回到家就像进了老虎窝 马上有人要吃了它似的 黄大人喜欢武剑吧 喜欢 他看那把剑 别看我都多呢 最近您家中来过什么客人吗 没有 别看姓黄的不是好东西 但他从来不收礼的 我不是说送礼的 我是说 比如什么远方来的朋友 亲戚 以前有几位 可现在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 都是什么人呢 他没跟我说 我也就没问 反正他与男人交往 我从来不管那么多的 都怪那个臭婊子 要不是这个贱女人 我丈夫也不会在外面 勾三大四的 黄夫人 我听说 她是你们的干女儿啊 呸 干女儿 什么干女儿啊 男人认得干女儿 有几个是正经的 嘴上说是干女儿 其实谁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干女儿会整天 与义父泡在一起吗 干女儿会生出 这种野种来吗 要不怎么说 这男人买一个好东西呢 狄大人 我可不是说您呢 您刚才说野种 什么野种 这 参见狄大人 参见狄大人 顺子 查得如何 该查的都查过了 驿馆这几日没有光刻 几家客栈留的也是一届老客人 未曾发现可疑之人 大人 如果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还有一件事情 玲珑有个孩子吗 孩子 生什么孩子 那黄夫人说有个野种 是怎么回事 胡说 他胡说八道 狄大人 你别相信 你别相信那个臭婆娘 胡说八道 他生恶意伤人 他不会好戏 他想诋毁玲珑的名誉 你为何如此激动啊 我看黄夫人并不像 屋中生有了 狄大人 你也相信那臭婆娘的话 玲珑是个好姑娘 她不会是人们说的那种人 绝不是 对 顺子怎么了 大人 好像又有什么辛苦事了 参见 狄大人 黄夫人 您有丧效在身 无需多礼 狄大人 请坐 黄夫人请 请 狄大人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府上正有丧事 本不该打扰黄大人亡灵 还请见谅 狄大人有话轻讲 那就恕我冒昧了 这个玲珑姑娘 玲珑姑娘果然生了孩子吗 孩子 什么孩子我不知道啊 既然不知道 那野主之说从何而来啊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黄夫人 黄大人尸骨未寒 沉冤未血 尽快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是本官分内的职责 我想这也是您的心愿 既然如此 就该实话实说 如有隐瞒 恐怕只有对杀人凶手有利啊 其实我并没有亲眼见过那个野种 我只是 只是什么 这 这 夫人 又要去哪儿 衙门中有点公务要办 公务 你是去办公务呢 还是去问那个贱女人呢 夫人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了 照顾龙龙姑娘是受人之托 你怎么就不信呢 受人之托 鬼才相信你的话 这是什么东西 夫人 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断岸要用的证物 证物 你何时把证物带回家中了 给我看一下 夫人 这确实是断岸要用的证物 不看也罢 给我看一下 夫人 这什么东西 给我看一下 看一下 夫人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你说 不就是断岸有用的证物吗 证物 这都是我儿子的医物 怎么成为你断岸的证物了 我儿子还不满一岁 他犯了什么法 他的东西 变成你断岸证物了 你说 这 你说 你说呀 我再三地追问 他就是不肯承认 李大人 李大人 你也是断岸之人 你想一想 他从家中偷拿了一些婴儿常用的东西 不是给那个贱人的野种还能是什么 不肯承认 您 就没有亲自去感恩堂看看 我当然去了 可是 夫人 放开 你来干什么 你 放开 放开 听我说 放开 放开 夫人 感恩堂是什么地方 这你也知道 不是谁想进就可以进去的 凭什么那个贱女人能进去 我就不能进去 我也是无品夫人哪 他什么东西啊 让开 让我进去 你不能进去 好啊 我知道 你是怕我看到那个野种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无难得我今天非进去不可 夫人 擅闯感恩堂 那可是欺君之罪 请者坐牢 重者 格杀勿论 你自己 点亮这办吧 我就这样被他撵了回来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为他生儿育女 他在外面捏花惹草 反而生了个野种出来 并未亲眼所见 何以见得有个野种存在呢 弟大人您想想 这不是给那个野种用 还能干什么用啊 后来我 我也就再没有管他 我怕此事一旦张扬出去 毁了他的官生 坏了他的前程 不然的话 我就得不会善罢干绣的 谁让你们卖花的 你们也配叫玲珑 大人 黄夫人说的那个野种 那个孩子真的存在吗 不想说谎 女人们可以容忍男人的很多事 但这种事很难容忍 玲珑与黄友安居然能生下孩子 孩子很可能有 但未必就是黄友安的 李贤太子哪 公主 全州走 你们也配在玲花谷 走走 全州 不许在这卖了 不许在这卖花 这怎么回事 全州 大人 圣子哥就这样 走 告诉你们 以后还敢在此卖花 我全把你们抓起来 快把他弄回去 是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谁敢再卖 我 我 我全把你们抓起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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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好好好 不许在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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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大人 你躺着 躺着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大人 大人 怎么样 大人 我已经找那几个牙医 问过了 他们说 黄夫人的确在衙门闹过 而且说过野主的话 你回去吧 是 孩子的事 我知道 那天黄夫人去感恩堂闹事 我就在场 玲珑 真的有孩子吗 我没有见过 不过 黄大人 曾经让我请郎中 进感恩堂 给玲珑看过病 我担心玲珑 便悄悄问了那个郎中 他刚开始不肯说 我就逼着他说 后来 他迫不得已 就告诉我了 说玲珑没病 是 是有喜了 狄大人 她还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大姑娘 出了这种事多丢人哪 所以 我就一直瞒着 我不想玲珑她 那个给玲珑看过病的郎中 现在何处啊 死了 没多久就死了 被人杀了 不是 是暴病身亡 顺子 你很喜欢玲珑姑娘吧 没没 你脸上都写着呢 布满地大人 我确实喜欢过玲珑 你也知道 我们家早些 与玲珑家助邻居 从小就在一起 也就这么多了 你最后一次见玲珑 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 那是在两年多以前 隐隐约约我们见过几次 隐隐约约 你没与她单独谈过吗 狄大人 我进不了感恩堂 她也出不来 怎么能 你就没有想过问问她 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她不肯说 你还是问过 你没问过 怎么知道她不肯说 顺子 你见过她 不是隐隐约约 而是离得很近 而且可以单独谈话 狄大人 你这是何意 你怀疑是我杀了黄大人 你见过玲珑 与杀黄大人有什么关系呢 顺子 你不要害怕 别想那么多 跟我说实话 是 我是见过她 什么时候 那时 玲珑敬跟恩堂不久 孩子的事我还不知道 有一次 轮到我执意 负责看守感恩堂 玲珑 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 知府大人有没有欺负你啊 知府大人怎么会欺负我呢 他对我好着呢 那他为何不让你出来 黄大人说 这样做是为了我好 玲珑 你的花不养了 你的花谱也不要了 我呀 马上就要嫁人了 那还不能上养花呢 嫁人 你要嫁谁啊 当然是叫我男人了 你有男人了 黄大人说了 这件事要保密 对谁都不能讲 练某 怎么了 你说的男人 是不是黄大人 你说什么呢 我男人 比黄大人好多了 而且 而且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我会跟他一辈子的 是太子 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 当时巡夜都过来了 他就回去了 这之后你们两个人 再也没有单独聊过 没有 我后来生做了捕头 便不再干那些 看门守夜的事了 也就是说 后来玲珑离开感恩堂 你也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 我问过所有守夜的兄弟们 他们也都不知道 你们黄大人见数如何 很好 我们衙门的兄弟 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左手使剑 是 狄大人 您怎么知道 你歇着吧 少喝点酒 伤身体的 狄大人 你 您 您是不是有玲珑的消息 狄大人 他如今怎么样了 他现在在哪儿 玲珑姑娘 她已经死了 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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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您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说什么了 您对张顺子说 玲珑已经死了 我还能这么说 他哭了 哭得很伤心 他的心已经伤透了 大人 就算您不告诉他玲珑在洛阳 至少也别说他已经死了呀 只要玲珑还活着 顺子就会不停地找 用一生追查 而据我所知 凡事与此故事有关之人 结果都不是太好 黄有安官居知府 剑术高强 尚且不能自保 何况顺子一个小小的捕头 骰子 你会练剑吗 大人您知道 我从来不练剑 那是因为你已经无需再用剑了 大人 您究竟在想什么 没事 你说什么 泰安智府黄有安死了 是啊 大理寺刚刚收到泰安府的复文 好端端的 他怎么会死了呢 听说是玉次身亡 玉次 可这是何人作为啊 这复文商 并未明确相辰 具体内容 据老夫所知 黄有安 没有什么仇家呀 怎么好端端的 就遇刺了呢 是啊 是很奇怪 怎么了 大唐的天下 这是怎么了 成都府的案子刚刚了结 这洛阳城又接二连三发生闯弓放火之事 难道天子脚下也不得安生吗 啊 现在可好 太安又乱起来了 居然杀了知府 太后 知臣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要觉得当讲就讲 觉得不当讲就别讲 太后 太后 知臣觉得 发生了这么多事 都与李贤太子有关 所以 听你的意思 李贤虽然被禁锢在太子宫 仍能号令他人不成 知臣不是这个意思 知臣觉得 是 洛阳城中依然有人借着太子之事大作文章 又唯恐天下不乱之险 知臣以为 应即可责成大理寺派端人前往台安 查清比严惩杀人凶手 以警示天下 行了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哀家知道该怎么办 是 阿易健宁 沧海如蓝冰雪笑容 云丹风轻浮沉入梦 悲欢甘胆苍天回忆 把酒当歌何是心 是非我一场句是情谊 越圈越游远心铭心 铁血烟雨恍然去远